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 外界憂慮 這將會導致香港出現混亂局面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臉書指出 中國這樣的舉動 顯然一國兩制的承諾已經幻滅 只會加深台灣人討厭中國 但這樣的說法 會不會直接影響 接下來要舉辦的雙城論壇呢 柯文哲沒有任何回答 不過北市府態度非常清楚 不會因此而停辦 香港國安法引發各國關注 台北市長柯文哲發文說 這個承諾已經幻滅 大陸做法只會像北風一樣 越吹明星 越冷 逃越遠 對北京喊話 不要重複反送中的失敗經驗 柯文哲用北風與太陽來比喻 披中共意味濃厚 但台北市接下來還要跟對岸 舉行雙城論壇 這樣的發文難道不會受影響嗎 中共的作為不斷地 在激發香港人民的這些反抗 所以市長的態度很清楚 這番話也就是等同於柯文哲 對香港的態度答案很明確 從最新民調數據來看 國安法事件即將衝擊三個層面 有64%的民眾 反對放框大陸人士來臺管制 65%降低了民眾前往大陸的意願 而這項法律要是真的順利通過 高達56%會摧毀現有香港的一國兩制 要是雙城論壇 堅持辦下去 可能引來更多抨擊 基本上沒有任何成效的 那他所舉辦的內容 也大都是淪為形式 然後政治性意義比較大 那應該要考慮換一個國家 不應該再繼續和中國辦下去 北市議員點出客戶者只願和中國搞曖昧關係 因為先前雙城論壇 客市長脫口而出兩岸一家親 如今國安法即將威脅香港人 台灣政治人物不管立場如何 在這一刻選擇站在理性的統真線 謝謝楊金帕 潘永宏特別報導